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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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德语吗 是的 就是大家好 我们今天我将给大家叫一个德国非常漂亮的城市 它的名字叫拜洛伊特 很少听到德语 对 你好怎么说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个城市都很古腾的 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城市甘肃的临夏开始 来 大家好 我现在就到了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 在我旁边的这条河就是临夏的母亲河大夏河了 它可是黄河的支流 而临夏也就是因为濒临这条河而得名的 那今天呢 咱们就从这里走进临夏 这座像花儿一样美丽的城市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中部 故城的河州 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与河谷高原的过渡地带 平均海拔2000米 境内群山连绵 河谷幽深 有着壮阔的自然景观 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黄河三峡了 而传行于此的刘姓和他的好朋友沙腾 却好像在寻找什么 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了 你看刘姓 我们这个眼前是一个黄河三峡的一个奇观 奇观啊 哪里啊 你看水 看水的颜色 好像这边的水偏绿一点 然后在我身后那边有点暗 偏黄 是的 没错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陶河和黄河的交汇处 一黄一绿就在这儿交汇啊 其实黄色的是陶河 绿色的才是黄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临下周呢是属于黄河上游 所以说水质非常的清澈 而且你看中间有一座小的石山 就在正中间 所以这样的一个景观啊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名称叫做二龙细珠 真的是好形象啊 林下的黄河三峡 由刘家峡 丙林峡和盐锅峡组成 不仅碧绿的黄河水让人叫绝 沿岸的群山也令人称奇呢 真的真的震撼到我了 震撼吧 而且还带着一种梦幻的感觉 我至少带着有十秒钟 这是丹霞地吗 对 这是一片丹霞石林 而且是国内少有的净水丹霞 它呢是形成于约七千多万年以前 对了 咱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这个丹霞的造型 你看 咱们正前方好像是少数民族的 就是戴着毡帽 披着纱金的情侣拥抱在一起 是因为那个风石 是吗 是 风刮成这样的 对 对 对 还真是啊 你看 然后你看旁边这个造型 好像是一家四口人 这就是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了 你看这一大片透着红色的丹霞山 掩映在这一片碧水中 既有江南的这种秀美 又少不了北方的这种雄魂壮阔啊 让我觉得真的是布莱黄河三峡 你就体会不到什么叫河州风光塞江南啊 这样壮美的山河孕育出了林下 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而市区中留存的民居古巷 八方十三巷 则是感受林下城市韵味的好去处 走在这儿其实感觉跟北京的胡同很像 是吗 而且这些民居格外的精致 尤其是我们路过的一面面这样的墙 你看这雕刻太立体了 你看这马的眼珠子都很生动呢 很逼真 这个就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林下砖雕 你看它的就是用这样大小的这种青砖 一块一块的纯手工雕刻好之后 拼装起来的 你要不说的话 我真的以为这些就是衣服上面的褶皱呢 而且你抬头看还有两点 木雕 这样的木雕其实很多这个民院当中都有 而且你看远处有这样的红雕 它们搭配起来真的是相得益彰啊 这边好热闹啊 八方十三项位于林下的老城区 这里居住着回族 保安族 宗乡族等九个少数民族 许多当地的手艺人都聚集在这里 随便走走逛逛就会邂逅精美的地毯 美轮美奂的淡雕 活灵活现的泥塑 还有十分特别的河路雕 张老师 您正在雕刻的这个是什么呢 这上面雕刻的是八十七神仙图 哇 它这个人物的发丝都能看得到 特别的精密 工具非常的简单 你看 它的前面就是我们普通的冯一针 是吧 张老师 就是 嗯 太厉害了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半成品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个河路雕啊 在自己完成了自己的这个雕刻以后 大家可能是看不出来我雕的是什么的 只有上了色以后才能看出它的形状 看出来我雕刻的是什么了吗 其实啊 是我家的狗狗 它叫Kiko 是不是觉得好像啊 我现在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八方十三项的空气里面 到处都弥漫着艺术的气息啊 八方十三项用自己的方式 讲述了林夏故事 它也是一座民族地暑的大官员 林夏我第一次了解这个城市啊 叫回族自治州 对 尽管叫做回族自治州 但是呢 包括回族在内 我们还共同生活着汉族 东湘族 宝安族 藏族等等 三十一个民族呢 尤其这个东湘族和宝安族啊 它还是甘肃省独有的两个少数民族呢 全国就甘肃省有啊 对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吗 对 其实啊 我们林夏这个地方 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 它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的地带 古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要虫 当时呢 有很多的人来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来自西域的 还有来自中亚的 他们来这里做生意 交流文化 交换一些茶叶啊 马匹啊 还有一些丝绸什么的 在明朝的红武年间呢 就已经成为了茶马贸易的中心了 而且呢 茶马护士的一些习俗 也被遗留了下来 就像刚才我们在小片中看到的 刘夕尔他们看的那幅专雕画呢 其实上面描绘的就是一个茶马护士的场景 就是这幅画 看出他们三个人在干什么呢 猜一猜 握手致意 不对的 其实他们三个人就是在做生意呢 做什么生意啊 牛羊的交易啊 等等 就像这种做生意的方式 在我们临下有一种叫法 叫做绣筒捏马 筹马的马 这个右边的这个人呢 他叫做亚航 他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就跟咱们今天所说的中介差不多 通过这个中介来讨价寒价 这样的话有一个回旋的余地是吗 其实这个亚航的存在呢 它一方面啊 可能是出于这个保守商业秘密的需要 另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地方人特别多 语言不通 所以说他来弥补一些语言沟通中的一些不足 现在还有人这样做买卖吗 有啊 还有啊 还这样啊 在绣筒临街啊 在一些牛羊交易市场上 真的还是这样 手机啊 微信就可以 都不需要这样了 其实这也是临下人传统的一些记忆 其实从这个绣筒捏马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我们临下在当时商业活动是非常的频繁 而且呢 在当时它就是一个非常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了 历史非常的厚重呢 现在如果在临下还能碰到这样的交易的 这种 绣筒捏马 绣筒捏马的话呢 感觉真像中国交易的活化石一样 对 说到化石 马上去临下 看一看那这历史遗迹 来 来临下旅游的人通常都会将河正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作为目的地 这里因拥有大量令人意想不到的古动物化石而被世界瞩目 这个是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烈狗的化石 保存这么好的全世界只有两间都在文环里 那好难得呀 我已经看到它头上那个长长的獠牙了 对 它活着的时候身形有七八百斤那么重 能不能在几分钟之内把斑马吃得连骨头渣都没有了 现在我站在它化石面前都想跑了 这个呢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何正阳的投资化石 因为只有我们当地有 所以也地名命名了何正阳 何正阳 我发现这何正阳啊 它的这个阳角好像要粗一点 而且还比较小 对 它名叫何正阳 其实它是属于牛科动物 所以你看它的鸡角像牛一样 还真有点像牛头啊 这个 这是大象吗 可是这嘴巴是怎么回事啊 它叫铲子象 距禁有1600万到1200万银呢 原来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大象 这个嘴巴在下面啊 对 对 对 你发现了 它这个下颌有没有像现在的铲土鸡 像个铲子一样 对 它就是用这个下颌来铲断水草 然后通过这个下颌中间有一条裂粪 用那个粪呢 过滤我们的泥草 然后通过这个鼻子来卷食水草 按你说这个 它岂不是既有自己这个做饭的铲子工具 又有这个容器 还有餐具 感觉吃起来东西很方便啊 好 那咱们去看一看真的铲子象的化石 好啊 我们这儿不仅有铲子象头骨化石 而且是全世界最丰富的铲子象头骨化石呢 哇 都好完整啊 这里有24具铲子象的头骨化石呢 年龄的跨度从三个月到四十多岁不等它 壮观啊 那个水槽看到了我们的裂缝 它下额上面的裂缝很清晰啊在这儿 对 所以说不同年龄的这个头骨化石呢 有很高的严重价值 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套 而且也是我们的正馆之宝 哇 太珍贵了 你绝对想不到 这里馆藏各类骨动物化石 有三万多件呢 最早的化石标本 可以追溯到三千万年前 拥有包括世界上最丰富的铲子象化石 在内的六项世界之最 这些数量庞大 又仿佛不属于西北地区的 古动物化石 为什么会出现在临下呢 哎呀 真没想到 在临下会有这么多的 古生物化石遗存啊 其实啊 我们刚开始也不知道 临下的地底下还有这么多的宝贝 那是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啊 当时这个博物馆所在地的 河正县 它要修一个水利工程 所以呢 就来了很多的工人啊 农民 他们聚在一起挖水渠啊 修梯田啊 无意中大家就挖出一种灰白色的石头 看起来就像一些大型动物的头骨啊 还有肢体残骸之类的 所有人就把这种奇怪的灰白色的石头 叫做龙骨 有人发现 哎 这个龙骨呢 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手上滑破了点皮 用这个龙骨的粉末敷在伤口上 它有很好的止血的功效呢 所以说一段时间呢 又有人把这个龙骨当作药材来使用 那么到后来呢 中科院专门研究古动物化石的 邱战祥院是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专门赶到临下这个地方来 展开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鉴定 最后通过它的研究啊 大家才知道 原来这个龙骨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药材 它其实就是一些千百万年前的 动物形成的化石 其实啊我们临下这个地方 就是青藏高原龙生变迁后形成的盆地 曾经生活着大量的 种类非常丰富的动物 土壤里边的矿物质成分 也非常适合保存化石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能看到 这么多的化石了 这一下马上啊 城市的这个地位 我觉得就很高了 它有这么惊人的古代化石的发现 去到那里 不光是要看这个自然的风光 对 这个博物馆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 马上去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德国的拜罗伊特走一走看一看 我今天来到了一座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小城市 拜罗伊特 这座城市非常小 只有7.3万的人口 但是它在世界范围却闻名狭尔 因为它是一座歌剧之城 文化之城 拜罗伊特位于德国的东南部 是一座美丽而典雅的城市 走在城市中 随处都可以看到著名音乐家 瓦格纳的雕像 歌剧也仿佛流淌在城市的血液当中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瓦格纳 带着疑问 缓缓找来了本地的华侨吴老师 一同前往这里的侯爵歌剧院 寻找答案 这个我们现在所见的左右两侧 是巴洛科风格的 这个全木制的内装饰 这个非常福利堂皇 拜罗伊特侯爵歌剧院 始建于1745年 历时五年多才完成 其观众席能容纳500人 是同类剧院中 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在2012年被选入世界遗产名录 整个剧场的这个规模并不大 这个只有400多平方米 但是呢 这个两侧的包间 这个也有200多个 从灯光这个效果来看 虽然非常美丽 但是呢 还是有点偏爱 还有演出吗 还在演啊 这个晋升27公尺的 当时是全世界之最的 这么一个舞台 这个上面的这个舞台造型 非常的独到 很多的这个侧幕 它都是用这个虚拟的手段 来演示一个福利堂皇的打听 用现在的话来说 应该是虚拟现实世界 在当时都已经采用 我们眼前这座 福利堂皇的歌剧院 它就是开启 拜罗伊特歌剧之城的钥匙 在它落成100多年以后 依然以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音乐家瓦格纳 来到此地 而这座歌剧院的主人 到底是谁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好漂亮啊 真的是特别豪华 非常漂亮 为什么有在拜罗伊特 会有这么豪华的歌剧院 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必须要先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呢 对拜罗伊特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人叫威廉米娜 威廉米娜呢 她是一个普鲁士的公主 她的母亲呢 是英国国王的女儿 所以呢 她的母亲从小呢 就把她当作 英国未来的王后来培养的 但是呢 因为政治的需要吧 或者是稳定边疆 就被下嫁到了 拜罗伊特这么一个地方 拜罗伊特呢 其实当时是一个 非常荒凉的地方 然后这个公主呢 就是嫁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心里的落差就非常大 但是为了家族的利益 为了平定边疆的这个稳定 她又不得不做出 这样的牺牲 所以呢 要给自己找一个寄托 于是呢 她就通过对于歌剧 对于音乐的爱好 她开始建歌剧院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歌剧院呢 就是她一手设计和建造的 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 实际上 我们现在看到 她在下边那一层呢 有很多座位 之前是没有的 因为她建造歌剧院 她是 不是一个给普罗大众看的 她所有纸建了包厢 其实就是公主给自己盖的 是的 她给自己盖的 所以她下边没有座位 只有包厢 然后其中有一个 在正中间的那个包厢呢 是她给她和她的丈夫设计的 VIP VVIP 但是呢 这个包厢呢 从来没有使用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威廉米娜对于歌剧 充满了爱好和热情 她不肯坐在那儿 她一定要搬个小椅子 坐在台口 指挥这场演出 她还指挥呀 是的 她甚至有时候会上台去唱 所以她完全没有使用过这个包厢 这完全就是个样式摆在那儿了 然后这个威廉米娜呢 她不仅是建这歌剧院 还建什么呢 还建自己的宫殿 宫殿 我们来看一看 好 由于拜罗伊特的旧皇宫被焚毁 威廉米娜在1753年 修建了这座巴洛克史的新宫殿 整座宫殿大气而典雅 有三百多个窗子和四百多尊 唯妙唯孝的雕像 新宫落成后 便成了当时王室成员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从大门进入就是会客的大厅 两侧是悬梯 墙壁上装饰着绘画 还镶嵌着宝石 珍珠和贝壳 高雅而不俗气 新宫内部的装饰 大部分为洛克克式 但也有许多中国元素在里面 宁建这个新宫的时候 当年的中国风 已经在欧洲非常地风行 甚至连整体建筑当中 它男左女右它都讲究了 左边是伯解先生的天地 那么右边就是威廉米娜 女性的天地 这座新宫也撰写着 威廉米娜的心路历程 这才是她的住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片子里也看到 其实她那个宫殿是分成两亿 威廉米娜这边呢 她有自己的专门演奏音乐的地方 也有她的画室 她喜欢画画 然后她画室里边 陈列很多她的作品 她自己创作的画 基本上是以自杀 或者他杀这样为题材的 完全体现出她那种压抑的那种心力 这些画还在她的卧室挂着 还是陈列在她的画室里边 然后男士这边呢 很遗憾啊 当天因为我比较感恩 也没有去到一个 她里边最著名的一个厅 叫棕吕厅 今天我有个同事在那边 我们可以一起跟她 来看一看这个厅 直接连线看看这个厅是吗 是的呀 好好好 来吧来吧 哈喽 大家好 小冬好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拜罗伊特 新宫里面的一个 最有特色的房间 叫做棕吕室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整个房间里面用的造型 主要就是棕吕树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呢 这个上面的这个树叶 我们看到这些弯曲的树叶 它都是用金所制作而成的 所以造价非常的高昂 墙面上面是这种窗子的设计 那么都是用木板给铺起来的 那么所有用的这些木板 它都是五桃木 造价也是非常的昂贵 是一个比较隐蔽的这么一个所在 这个棕吕厅啊 它其实还很隐蔽 对 这个宫廷婚姻啊 和我们现实婚姻还是不一样 他们夫妻之间是有距离的 他说威廉敏达 我需要音乐 我要艺术 所以我要保留我的音乐厅 你 我的先生 你有其他的朋友 你要保留你自己的会客的 这种私密空间 对 能连看出来 这俩人估计都各忙各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王子和公主的生活呢 也不是那么令人羡慕的 对 是的 记者在临下夜市 遇到了什么特别的美食 沙腾其实我有点害怕 拜罗伊特为什么会有 吃鹿肉的传统 所以要把它吃了 也不是 好大一份啊 城市里对你精彩继续 沙腾带刘姓来到了 位于临下市中心的 北大街夜市 到处飘香 好热闹啊 好热闹啊 如果你想吃到临下的 特色小吃的话 一定要来北大街的夜市呢 你看在我们身边 各种美食 各个各的美食 太残忍了 你看一看 不过我面前的这个 这是羊头吗 没错 是羊头 很少见吧 在北京见不到的 夜市上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熟的羊头 你要不要尝一尝这个 我推荐 强烈推荐吃一下 这个羊头肉 瞎等机制 我有点害怕 你别害怕 这个非常好吃 你一定要尝一尝 要不然你这趟白来了 我跟你说 咱们一定要进去尝一尝 老板 来一个八瓣羊头肉 好不好 你转过来了 进去尝一尝 好 来 来 来 已经上座了 白肉刚刚好 给你专门配的这个牢包和羊头一块吃 谢谢 好嫩啊这个肉 而且其实炒得很入味 挺香的 羊头 好像吃奶油一样的 你爱吃吗 谢谢 它就是这种很醇厚的感觉 然后就像奶油的口感一样 总结的很到位 林下非常有特色的八宝牢糟 尝尝 这里面放的牛奶是吧 对 牛奶 它的奶香味特别重 然后牢糟也是很纯正的那种感觉 还有芝麻和枸杞 还有鸡蛋 你推荐这几样还真是挺搭的 一看就是个吃货 总结的非常好 加油吃 加油吃 你别着急 慢慢吃 我发现烤羊皮和烤饼也超配啊 是吗 其实今晚这些只是开胃菜 明天我准备带你吃一道硬菜 手抓羊肉 好啊 等着 好嘞 赶紧走 心急的流星一大早就想吃硬菜 可这硬菜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好的 这个肉还得煮一会儿呢 我们先喝点茶好不好 好 这是要配到这个茶碗里面是吧 是的 都是临下盖碗茶的一些配料 我要加大枣 好嘞 然后再放点茶叶是吧 再加点茶叶 好 那这个羊肉具体有多长时间才能喝 羊肉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吧 那还是得会儿呢 对 因为它首先要调一个调料包 这个调料包里面有咱们这个草果 花椒 姜片等等的食材 打包之后啊 就是要通过这个开水先煮一下 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就去掉了 有诀窍了 对 煮出来的汤青肉白 对 咱们的羊肉其实是要整只羊下冷水锅 下锅这个等一个水煮沸之后 才会加入调料包 其实听起来觉得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复杂 对 我们就等着一会儿这个味道怎么样了 好 先喝口茶 喝口茶 咱们都要吃成甜 美味终于要上桌了 杠上吃手抓羊肉 还真是头一回呢 好新鲜的感觉 来了 来了 我们的羊肉 太好吃了 好大一份啊 羊肉来了 已经有香味飘过来了 来 大家开动吧 吃着吃 好累 好不够 加一块这个羊尖 好 羊尖 它是我们整个羊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 就是羊的肩膀的肉 全身只有两块 都要给最尊贵的客人 那我今天太荣幸了 谢谢 我就先尝尝了 赶紧尝尝 吃个酸吧 对 吃羊肉一定要就口蒜吃 咱们林翔说 吃肉不吃蒜 味道减一半 尝一下 我先接过这口蒜 好嘞 咱们一起来 来 怎么样 特别的嫩这个肉的纤维 而且配上一点点这个肥的部分 它是嚼在嘴里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 反而是有一点点耐嚼 我觉得大家到林下来 一定要吃这个手抓羊肉 对 太赞了 真香啊 真的 特别好吃 是啊 我们林下这个地方的羊肉 不管是在历史中 还是在今天啊 都非常的有名 相传的这个忽必烈 有一次率领军队去攻打大理国 然后经过林下的时候呢 尝了一下林下的羊肉 觉得特别好吃 赞不绝口 之后呢 然后就不打了 当然不是了 回去吃羊肉去 对 之后它还会让人每年都给它进贡一些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羊啊 它是喝着山泉水 听着花儿调长大的 所以说啊 这个肉质非常的鲜 特别可口呢 还吃着中草药呢 是吧 很多那个野草 还都可以当药材 对对 如果说煮羊肉的话 它是要整只羊下锅的 对 所以说呢一个人肯定吃不完一只羊啊 而且也比较浪费 是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林下有一种习俗就叫做吃平火 什么叫吃平火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叫吃平火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今天要吃一顿平火 怎么办呢 咱们就去集市上拉一只像好的羊 然后呢 谁出钱呢 咱们三个人掏钱 三个人平均掏钱 平均掏钱 然后请一个当地手艺比较好的大厨 就像刚才片中的这个大厨一样 让他出手艺 煮熟了之后呢 就把这只羊呢分为脖子 肋条 前腿 后腿 胸 背子 还有尾巴 七个部分 并且平均分成四份 那这大厨它也要分一份吗 是的 因为我们这四份呢 咱们三个人每人一份 剩的一份 还有羊头啊羊皮啊这些 就叫做锅头份 这是要留给这个大厨的 所以在我们林下 如果你手抓羊肉煮得好的话 你可以顿顿吃到免费的羊肉呢 其实这样均摊的吃也好 嗯 经济压力也减小了 而且人多啊 能吃的多呀 是的 小冬哈 假如你要来我们林下 我就可以直接招待你了 一只羊 一只羊 没问题 好了 你去吗 当然 那我不就你没法吃毒食了 你也一只羊 没有 那好 好 这是林下的手抓肉 想起来都馋呢 去回族自治之后 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羊肉 对 好 我们继续呢 去德国的拜洛伊特 来尝尝那里的美食 德国的啤酒想必是闻名狭耳了 而拜洛伊特有着全世界最大的 啤酒博物馆 梅塞尔啤酒博物馆 这里占定4500平方米 館内设有20个展厅 从原料到机器一应俱全 展示了世界各地的5000多个啤酒杯 以及500个旧食的啤酒品牌 参观后 还可以在一层的啤酒坊 品尝超过100种口味的啤酒 很清香的果味 品过爽口的啤酒 现在到了吃肉的时间了 今天吴老师带我来了一家 当地最著名的 也是有非常有地方特色的餐厅 叫奥斯卡 前餐是有一个叫栗子汤 栗子 小超 怎么样 挺奇妙的 很特殊 它有一个栗子 那个粉末的那个细腻感 里边还有葡萄干 我这套餐呢 在我们中国来说是帝王酱像吃的 叫鹿肉 鹿肉啊 红的酸菜和土豆 这个也是土豆 这个土豆饼 对 这个土豆饼 油炸的 再加上那个鲜汁 这个厨师做工非常地道 那么到底味道如何 还是问我缓缓吧 你别骗我说鹿肉很好吃 实际上还行 多犹豫的还行 带有一股野味的鲜香 带野味的鲜香 我刚到德国的时候 也觉得鹿肉是一个 不太能接受的一个东西 后来发现在德国 其实还是蛮常见的 因为鹿嘛它比较吉祥 一种动物 然后它又是一个 比较忠诚的动物 所以要把它吃了 也不是 这有什么理由 德国喜欢在婚礼 或者这种庆典的仪式上 用鹿肉作为主菜 就因为它忠诚 忠诚和吉祥 对 他们需要把它提前 放在醋里边腌制 然后再用各种调料把它烹饪 然后我吃起来 感觉口感满像牛肉的 外国朋友可能是这样 吃这种比较原生的味道 那个地方也属于 比较冷的地方 然后鹿肉它的热量非常高 对 吃饭以后会预寒 所以在秋天或冬天的时候 吃这个肉呢 也是当地人来讲 非常预寒那种方式 对对对 还是羊肉好吃 对 那肯定 我看着羊肉 你们放一个大的调料包 对吧 下一次把这个技术 可以传到德国 下个我们做节目 应该换着来 我去你们那儿尝尝你们的羊肉 你来尝尝我们的鹿肉 我也特别想尝尝这个鹿肉 是吧 对 对 德国人实际上和林夏人 还有一点相像 林夏人是大口喝茶 大口吃肉 对 我们德国人是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而且我们的度数非常高 配上我们这野味的鹿肉 那也挺全配的 必须是绝配 对 刚开始吃之前 你心里有障碍 鹿肉 怎能吃味道这么冲的 先喝点酒 先喝一杯十几度的 咔一喝 喝醉了再吃 又没有大蒜可救 再来一杯低度的酒 束束口 林夏人有多爱唱花儿 这个花儿不唱 我就活不了了 拜罗伊特音乐节 为什么一票难求 城市一对一 精彩继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林夏的花儿 它是一种西北地区 较为零星的民歌 具有高亢 嘹亮的特点 演唱形式分独唱 对唱和连唱 林夏也被誉为 中国花儿之乡 哇 大家这歌声 真的是在山谷间 好有穿透力啊 太棒了 谢谢 谢谢夸奖 其实刚才我就 这么远远地听 没有听出来 它唱的具体是什么 内容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花儿 它是以情歌为主的 情歌 对对对 不然比得我看女孩一波 男孩一波 是在对唱 对对对对唱 花儿的歌曲就是一个情歌的传递 我们二位老师就是通过花儿结识 成为了真正的夫妻了 是的 生活中就是真实的 对对对 那是真的感受到这个花儿的魅力啊 传情达意 那我肯定得学一下 是吧 那行 我们先教你一首 我们这边比较简单的 就是叫 学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开始 嗯 左面的黄河吗 哦呀 左面的黄河吗 哦呀 太挺简单了 我觉得 右面的是奶吗 哦呀 右面的是奶吗 哦呀 我是不是还挺有天赋的 简单吗 觉得简单啊 咱们继续听 来 雪白的鸽子 是啊 哎呀花儿很动听啊 就在我们那儿都有一个盛大的聚会 就是我们的花儿会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花儿的民间狂欢节 这是在每年的农历 4月26到28 还有农历的6月初一到初六 人特别多 男女老少的都聚在那儿 假如我们三个人 到了花儿会呢 如果说有个姑娘 看到小冬妮 真不错 给你唱首花儿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唱就让 我让你唱 真不错 我妈给你唱首花儿 我是说那个姑娘 想给你唱首花儿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像我们片中的 这个男歌手一样 给他回一首花儿 表明你的心计 如果说你对他 没有这个意思呢 也很简单 你现场编一首 拒绝他的花儿歌词 然后唱给他 这样你们在歌声中 说再见 也不会显得很尴尬了 就是很多词 可以现场编啊 对 有一句话这样说 花儿本是醒上的花 不唱是一不得格价 港多哪里留特格号 不思识就这个唱法 你听懂了吗 没有 听不懂 简单翻你 就是说 花儿是我们临下人 心里的话 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唱 你拿一把刀 把他的头搁下 假如他不死的话 他还会这样 继续唱下去 非死即生 知道吗 这个花儿不唱 我就活不了了 对 这口羊肉 你不让我吃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其实花儿最讲究的 就是即兴演唱了 也就是说看到什么唱什么 我想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开心不开心 都要唱出来 对 今天来我们这开心吗 特别开心 那就唱两句吧 我唱两句我心里的话 好 好吧 来 嗯 嘿嘿嘿嘿 哟哟 花儿的故乡 咩哈 歌手的家耶 嘿 歌手的家别嘞 欢迎大家嘞 我们的临下 嘿嘿嘿嘿 欢欢时拍上你一朵花 一朵花被勒 小朵你也就 英俊又修杀 听懂了这个 这句唱得好 夸我们的话都能听得懂 最后一句真是大实话 听完花儿之后 我们继续去拜罗伊特 了解一下那儿的一个音乐节 每年的7月底到8月中旬 拜罗伊特都会举办盛大的音乐节 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悠久 也是最富盛名的音乐节 它是由音乐家瓦格纳亲自创办的 截止到2018年 已经举办了107届 从开幕那一天起 社会名流都会轮番出现在这里 享受一年一度的音乐盛宴 每场歌剧开眼闲 会有乐手在二楼阳台上 穿下入场号角 迟到的观众 就只能和精彩的演出 说再见了 大部分演出都是从下午4点 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 有两次幕间休息的时间 于是幕间的花园信部 也成了音乐节的传统之一 拜洛伊特的音乐节始终保持高品质的演出 它不仅因瓦格纳名声在外 也代表着歌剧界的最高水准 拜洛伊特音乐节 来的都是一厢必饮的 都是高官答跪 是 我看总理也亲自捧场 这个音乐节这么隆重 这么有知名度吗 它是很少有的以人的名字秘密的音乐节 它是为瓦格纳专门设立的这样一个音乐节 如果你要想去看一场瓦格纳的音乐节的演出的话 你大概要等7到10年 你才能得到一张票 就是排队买票 是的 要等7到10年 这比北京买汽车摇号都要 是的 可能已经两并斑白的时候 突然间来一个通知 你有一场机会去看瓦格纳的音乐节 然后你拿着电话 什么 什么 都不行 不吃完吃完都不行 德国总理就是他的铁杆粉丝 就是默克尔 正常的排队买票 你排队了吗 很遗憾还没有 你是已经提前放弃了 对 首先是我觉得我还不够忠实 因为对于观众来讲 其实去看歌剧 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是7月份到8月份 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里边没有空调 它不装空调 就是因为它觉得音乐会 噪音会影响这个 穿得又很正式 我们又穿得很正式 像男生要三件套 而且歌剧短的两个小时 长的又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估计快结束的时候 底下已经啪的光芒了 还没发现 突如那个难得的票 他也不舍得走吧 对 这叫非常地钟爱 瓦格纳的音乐 才能这样去捧场 这样去欣赏 是的 今天听你们两位 介绍这两个城市 我仿佛在一锅他乡 已经走了一趟 好 城市一对一 品味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